早安YouTube 我是藤原 Ohio YouTube Fujira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 我會用簡顯易懂的方式 分享數學者也能瞄懂的日文知識 上次練習的解答是 如果日本朋友問你 台北はどうですか? 可以這樣回答 台北は電車が便利です 台北的電車很方便 但是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想要講好幾個敘述 比如說台北的電車很方便 夜市很多個 裡面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下次我帶你去逛等等 像這樣有好幾個敘述要講的時候 該怎麼把句子串連起來呢? 這就是這課的最後一個文型要你會的 如果你要學會這個文型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會把最重要的點放在最後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那我們直接進入重點 前面幾課學的動詞變化 都是把動詞換成貼型 這次是把形容詞 包括一形容詞、那形容詞以及名詞 換成所謂的貼型的用法 那為什麼是這三個詞 這部分以前也講過 因為這四個詞是術語 他們是用來描述主語的東西 但是在告訴同學變化之前 我們先來做一個小分組 把名詞跟那形容詞分成一組 一形容詞自己一組 為什麼要做這個看似沒有意義的分組呢? 這是因為這次的貼型變化呢 那形容詞跟名詞一樣 一形容詞自己一個變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的改編例句 この人は可愛くで きれいです 這個人又可愛又漂亮 由於這句話有兩個術語 分別是一形容詞 可愛 可愛 跟那形容詞 漂亮 きれい 各位要注意 きれい雖然最後是一 但是它是那形容詞 我們可以看到像這樣 如果我要有兩個描述 那我必須要把前面的字 這邊是一形容詞換成貼型 那換法就是把一形容詞後面的一 換成くで 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把順序對調成 這個人又漂亮又可愛呢 那就會變成 現在是那形容詞放前面 所以我就要把那形容詞的後面 加上一個で 這樣就可以加下一個敘述了 至於後面的かわいい 因為已經是最後一個描述了 所以直接加上 です 就完成了 當然如果我還想要再講一個術語 比如說這個人是個藝人 那就是 この人は かわいくで きれいで 芸能人です 因為這次是 芸能人 藝人 放在最後 所以那形容詞跟一形容詞 都要變成貼型 才能再接上最後的名詞 而我們在最前面有講過 名詞跟那形容詞的變法是一樣的 所以假設我想要先說他是藝人 順序完全可以對調 變成這樣 この人は 芸能人で かわいくで きれいです 這個人是藝人 又可愛又漂亮 就可以完成一句 包含各種敘述的句子 這邊要注意一個小例外 一形容詞的 意 也就是好 的這個字 如果要換成這個形式 會變成 よくで 也就是說他會先換成 よい 再照規則換成 よくで 這點各位一定要記得 以上就是大家的日本語 第16課文型式的介紹 這樣各位同學學會了嗎 這個文型式有趣的地方在於 他可以跟文型三結合 就是上次介紹的 わ跟が 提出各種日常 描述或介紹東西 評價會用到的句子 比如說我想要跟日本朋友介紹 台灣的阿中麵線的味道 那我就可以用文型三跟四結合 去描述這個食物的味道 像是這樣 阿中麵線味道好 價錢又便宜 因為我要介紹這家店 所以我用店名加上わ 當作這句話的話題 但是我說好的東西是他的味道 所以味道 あじ ほめや加上が 表示我說好的東西就是這個味道 但因為我還要說很便宜 所以我還需要用另外一個形容詞 那前面的よい 好這個字就要換成よくで 再接下一個敘述 跟前面的概念一樣 因為我說便宜的是價錢 値段 所以やすい 這個依形容詞的前面 値段的後面 會需要放上が 表示我形容的主體 這樣就造好一個句子了 這就是第16科要你會的概念 也就是說わ後面整串都是我要介紹的內容 而が只是點出我要形容的東西而已 所以這句有兩個が 一個わ 那我們馬上來練習看看 如果你要跟日本朋友介紹自己喜歡的美食或店家 你會怎麼用這次學的東西來介紹呢 請在下面留言試試看 這次的題目比較開放性 如果同學願意寫 我也一定會看 在這邊的練習都是免費的 大家盡量把握機會 當然你覺得你有更多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客製化課程 一步一步學好日文 或者是想要衝得更快拿到證照 或是直接飛過來日本生活 都可以預約我一對一的課程來諮詢 我會放在描述欄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本的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譚圓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盧視頻訂閱小鈴鐺